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与中央各单位代表 跟基隆市政府进行座谈 针对基隆市府所提的项目 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来推动 其中罗民财招委特别点出 基隆可以善用自由贸易港区条例 以及免税品的优势 来吸引更多民众到基隆创业跟消费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以参考一下 像巴拿马的科隆 它里面就做得很成功 你可以进去参观 或者有些小额的部分 你也是可以买的 或者说你喜欢你带走的商品要课税 另外再走课税的通关 也是可以课税 问题就是 它在这个自由贸易港区里面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品 可能是外面你看不到买不到的 所以这样就是有个带动一个 观光跟经济的效应 来基隆的礼物嘛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如果推动 在这个自由贸易港区里面 一条烟一瓶酒是免税的 现在我们可以试办看看 因为这几年基隆的税收各方面表现 经济表现成长 相较于其他地方其实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要给点诱因嘛 可以来试试看 这个其实我们花很多的补助在什么三倍券五倍券 这个其实你一鼓励了以后 中南部的旅客国内旅游的部分 它可以到基隆来走走 对对对对 这一减二个啦 对啊 吃的买的穿的算的 全部都把它混合在一起 这样子就会有加成的效果出来 针对国内的免税店 目前除了澎湖金门 其他像小琉球绿岛都有免税店 这一点或许可以来参考 让必杀鱼港获得转型的机会 非常感谢我们罗民财招委 给我们基隆很好的建议跟方向 那有一些东西需要中央的法令突破 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这个立法院委员 像罗民财罗远可以帮我们很熟悉关税 在这方面帮我们做一些突破 那未来我们会继续的请他多帮忙 非常感谢他这次能够到基隆来帮我们谈妥 很多对基隆市都有很重要的建设 以及预算给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非常感谢这样子 另外谢果梁市长也特别拜托国税局 减少基隆商家的查税频率 让厂商愿意留在基隆 因为基隆的税务稽查的比率过高 一样规模的公司在新北跟台北 都没有人会去查的 可是在基隆就是不断的被查税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知道 要把企业搬离基隆才不会有人来这个稽查 那这件事情我了解蔡委员过去也相当的关心 为了要让商业的环境稳定 今天也特别来跟财政委员会的罗昭伟来陈勤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的休息安 黄日生 陈 turns